圣经小故事 天主的女儿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男性的地位显然比女性高很多 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四福音当中 可以见到耶稣仍然爱护她身边的女儿 好像她欣赏合纳汉妇人的信德一样 主呀 答未知子 求你救下我被魔鬼糾纏了很久的女儿 她好辛苦啊 求下你了 她好辛苦啊 哎 这个女儿一不停在那儿大叫 好烦啊 喂 你走啦 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迷失的药 主呀 主呀 把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不应该的 是啊 但是狗都可以吃主人桌底的饼碎的 主呀 主人 你这个信德真是大 就如你所愿意的 为你成就啦 哦 感谢主 感谢主 仁慈的耶稣,他终于救回合纳汉妇人的女儿。 有一次,耶稣亦因为连纹一个幻想十八年于柳病的妇人, 帮她在安息日治病,而得罪那些假冒偽善, 和耶稣作对的人。 这一日,耶稣前往加里纳亚的途中, 经过撒玛尼亚,因为走得很累, 就是一个井边坐下, 刚好有一个撒玛尼亚妇来到井边吸水。 不愿意让我喝点水吗? 你是犹太人,你们和我们撒玛尼亚人, 素黎都没有来往, 为何你会问我拿水喝? 你如果知道天主的恩典, 即刻在你面前问你拿水的人是谁, 你一定会向他求生命的活水, 他就会赐给你这些活水。 先生,你连吸水气都没有, 这个井又那么深, 要怎样才能拿到这些活水?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我所说的活水吗? 我所说的活水, 不是那种饮用的水, 而是一个新的生命。 人喝了我所赐的水, 将永远不会口渴, 并且我所赐的水, 将会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活泉。 先生,请赐这些水给我, 免得我再口渴。 你去吧, 叫你的丈夫再回来。 我没有丈夫。 你曾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的, 都不是你的丈夫。 陆先生, 你应该是一位先知来的。 我知道你们犹太人, 有一位默西亚, 即是基督。 跟你聊天的我, 就是了。 当代的人, 由于不同阶层, 以及宗教的差异, 加里纳亚人, 撒马尼亚人, 犹太人等等, 因为住在不同的地区, 而产生不同的地域情感和冲突。 耶稣偏偏跨越这种差异, 透过十字架救恩, 让彼此合日。 另一个早晨, 耶稣上了甘南山。 这个时候, 法利塞人带了一个犯奸淫罪的妇人, 迷到耶稣面前。 师父, 这个女人犯奸淫罪的时候, 被人抓住啊,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置啊? 嗯。 根据培塞的法律, 我们不是应该用石头扔死她的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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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应该耶稣一声不出, 只是在地上写字。 扔死她啦! 是, 是, 师父, 为何你不出声, 只是在地上写字啊, 罢些定她的罪啊, 你们说是吧? 是, 是, 你们当中, 有谁认为自己没罪的, 就先向她扔石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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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听到耶稣这样说之后, 就一个一个这样离开, 最后就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 妇人, 其他的人呢? 为什么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呀, 没有人敢做啊! 那我都不定你的罪, 你回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声明, 耶稣表明他有力量去战胜黑暗的势力, 对群众来说, 这个令人惊讶, 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新的信息。 法利塞人一直相信遵守梅西的法律, 是会使得他们能够远离罪过。 而现在耶稣告诉他们, 他们需要的, 不是只是遵守法律, 而是要跟随一个人, 就是耶稣他自己。 耶稣能够使得他得到内心的平安, 得到宽恕, 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光。 可以想象当时的群众, 是很难接受这番话。 耶稣提到天父的爱, 宗教领就那刻就问, 他的父亲在哪里?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都不认识父。 如果你们能够认识了我, 就是认识父。 耶稣是答复揭露了一个问题, 虽然法利塞人他们严守法律, 但他们的心并不是真心地和耶稣 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由于他们不认识耶稣, 所以他们也不认识天主。 耶稣和法利塞人的对话, 令我们反省到, 我们是否认识耶稣呢? 和透过祂而认识父呢? 耶稣是否我们的生命之光呢? 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光呢? 我们生活里面都受到试探, 拒绝生命的光照须我们整个的生活。 我们只要愿意生命的光, 能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里面出现, 但在其他方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拒绝。 就是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接受生活的挑战, 能够按照上主的话来生活。 天主的女儿, 声音演出, 陈志明副主教, 何卓琳, 蔡华欣, 袁德全, 胡敏睿, 鄭秀宁, 张宇仲, 李善文, 蔡雅角, 蘇权国, 林玉玲, 譚潤良, 戴家琪, 崔美华, 欣丽玲, 劉丽娟, 钱家亮, 王凯慈, 鄭晓芬, 陳志明副主教港道, 聖母无缘罪主教座堂, 聖言宣读会制作, 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scale 紫园 共本